大家好我是全台灣最重視基本面的老師何姬鼎 GD老師 大盤不斷的穩定向上再創歷史新高 今天指數上漲了147.87點 成交量呢只有小幅增加到2600億 代表什麼事情 代表散戶還在懷疑這一波的行情 還沒有全部的進場 那還沒有進場了 正所謂什麼 行情總在懷疑中成長 代表說這一波的行情還沒有走完啊 指數不斷的向上墊高 問題的重點還是在哪裡 你手上的股票到底有沒有賺錢啊 我們的股票 立凱今天再度漲停已經5根漲停了 不是5根硬是5根漲停板了 我們的新雲再創新高 目前來講呢 本週的一個績效來講呢 我們還是維持單週累積雙冠軍得主 本季績效已經逼近70%了 毫無疑問 本季的冠軍就是我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注意的 你還能錯過今天的節目嗎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給大家的盤潛資訊 來盤潛資訊的部分 來早上呢 有哪個老師這麼認真幫大家畫圖的 應該只有我吧 早上呢如果你不想看文字 你直接看一張圖 包标譜500指數是不是在創 歷史的新高 你看到這張圖很明顯的告訴你什麼 股市還是多頭趨勢是向上 你根本就可以知道今天台股就是會在創新高嘛 如果你還不相信 美股漲台股就會漲 來我也幫大家畫一下 昨天的台子期貨指數 昨天的尾盤的牌子期貨指數 應該是說收盤後啦 跟著美股一起動的啦 跟著美股一起動的台子期貨指數呢 是持續的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今天啊 直接在找盤還沒開盤之前 我就給大家一個結論 有沒有看到這個結論 今天有望持續再創歷史新高 今天台股是不是再創歷史新高 好問題的重點是什麼 你還在懷疑這波行情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他就會漲 漲到什麼時候 漲到你相信為止 好再來呢 我給大家盤前資訊的部分 來盤前的資訊呢 我一樣給大家看一下國際的股市 從這邊看一下國際股市 我稍微看一下國際股市發生什麼事 其實現在沒什麼好分析的 因為就是多頭嘛 不管講什麼都是多頭啊 好再來呢我們的大盤 解析的話呢 我也跟大家講啦 如果說你不想看資的話 我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你看我這邊都有一個重點的摘要在這邊 有沒有 我說台股即將進入一個 價量其揚的大多頭割肌 短線上呢 會直接向上挑戰18500點的整數關卡 所以呢台股即將進入到 價量其揚的大多頭時期 那就看什麼時候 你又發現量能慢慢增加了 你一定要等到所有人都進場買股票時候 誰幫你抬轎 股票就是要買在別人不敢買的時候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行情還是會持續的向上漲 所以我早上都幫大家解的一清二楚 另外呢早上呢 有沒有一些報紙的新聞 我會跟大家講現在盤面上最熱門的類股 是什麼對不對 好第一條的部分呢 早上我又跟大家講了 其實大家如果有持續的追蹤 我給大家的盤前資訊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啊 今天早上有說天玉啊敦泰啊 要漲價 可是我最看好的還是什麼 連勇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天玉的部分 今天漲著怎樣 So Hey 對不對 So Hey 但是呢 敦泰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敦泰 好敦泰的部分也是So Hey 那今天 大家一片報紙都看好 就是驅動IC是天玉跟敦泰 那我幫大家看到什麼 你看一下我幫大家看好什麼 聯勇 有沒有看到聯勇對不對 好所以呢 今天的聯勇是不是驅動IC裡頭表現 最好的我們來看一下聯勇今天的表現 來聯勇 是不是收紅 這後續 還是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所以你看一下 再來的部分今天到道指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蓬城要漲價 蓬城要漲價其實我也沒很看好 為什麼 因為他的技術面已經背叛了他的基本面 我們可以看到蓬城的部分 8255的蓬城 今天大大好消息出來有沒有漲 沒有漲 收了一個長上一線 而且有點帶量 那更別提什麼強茂啊 德維啊 對不對 是不是持續的向下跌 對不對 還有台半嘛 都漲不起來 早上我都幫大家解的一清二楚 那其實我最看好最近最看好是什麼 半導體相關的一個類股族群嘛 比如說最近中砂跟三幅化很強 所以最近來講呢 像蓮華啊 帆軒啊 這些股票啊 都是半導體相關上游的一些什麼 設備啊 耗材廠 其實表現都不錯啊 這些股票啊 大家都可以去注意 所以你看我早上幫大家盤錢都已經解析的一清二楚 今天該漲什麼 都幫你已經講清楚說明白了 所以呢 你還沒有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的朋友們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的群組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記得一定要加小老鼠 另外我們的Telegram的部分呢 請你打 GD1788 不要加小老鼠 我們各種訊息都會發布在Telegram上面 想要跟我直接聊的話 可以在Line上面跟我一對一做互動 好再來呢我們的YouTube頻道還有臉書的頻道 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還有臉書的頻道 覺得我們的分析得不錯的話 記得要按個讚喔 好 來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現在還在懷疑行情的話 其實行情呢 我們從10月底都幫大家解的一清二楚 我也不用花太多時間講了 10月14號 跟大家講台股要絕地大反攻了 台股果然一路絕地大反攻 之後跟大家講台股W底 底部出現了 根據W底的理論型態 有沒有看到W底的理論型態 也跟大家畫的一清二楚 現在台股是不是就沿著這個理論型態 穩定的向上墊高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的台股的部分 台股是不是從我這邊幫大家畫開始 就一路的穩定向上 來W底怎麼看來W底 是不是頸線是不是這一條 頸線在這邊 這邊回測一次頸線之後 就一路的向上再創新高 根據W底的一個原理的話 這個理論的目標價格 至少會上看18,500點至上 但18,500點是一個整數關卡 所以呢 我們就先看18,500點 坦白說呢 我認為這幾天在過年前 指數都會不斷不斷地向上墊高 而且呢 我們可以看到櫃買指數的部分 不用畫了啦 櫃買指數也是一路一路的向上再創新高啊 有沒有看到 不斷地向上再創新高 所以現在問題重點是什麼 大家很開心 看到指數上漲 然後看到自己的對賬單 有賺錢了嗎 沒有嘛 很多人看到18,000 哦 好開心哦 皮笑肉不笑 笑不出來啊 笑不出來為什麼 因為指數持續上漲 你手上的股票根本就沒漲嘛 那你自己不會選股票的話 你可能會找老師 那你找的老師每天都跟你講那麼多標股 到底有沒有啊 他到底有沒有任何一檔股票啊 你選了老師手上講的標股 你手上到底有沒有啊 我們講都是講真的 又或者是有一些投資朋友啊 每天就追一些什麼強勢股 每天追強勢股 每天追強勢股 到底有沒有賺錢 其實真的股票不用多啦 一兩檔三檔就夠了啦 會賺錢的股票你持續買持續買持續買 一路買 第一個 你買的多才會賺的多嘛 你買的少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你有一百萬 你買了十萬塊 漲三根漲停板 好好給你四根啦 漲四根漲停板又如何 十萬塊漲四根漲停板不就只有 四萬 四萬之餘你一百萬不就只有四%而已嗎 好所以你看你每天去關心什麼航運啊 鋼鐵啊 好上個禮拜什麼 兆子類股到底有沒有賺錢啊 我就跟大家講說你不用去追這麼多 股票不用多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上上星期呢有人會去追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追什麼 代表就是8114的 震華電嘛 你看你追了這一根之後呢 是不是一路的往下跌 有沒有看不清楚一路的往下跌 好那上上星期呢 上應該說上星期又很多人又看好什麼 特用化學 特用化學有什麼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原真1725的原真 追了以後有沒有漲啊 一路的往下跌啦 這叫做回魂死貓跳 或者是1727的什麼 中華化前一波多頭 你看到今天指數上漲 你還是皮笑肉不笑啊 因為你每天都在追什麼 強勢股 你每天追來追去 你真的追到 強勢股了嗎 又或者是 這星期啊 有可能會去 有人去追什麼 造紫類股1904 有沒有漲 啊追一日行情 我就跟大家講過 原物料相關類股 很有可能都是一日行情啊 都沒有漲啊 你看 是不是都沒有漲 所以呢 我們啊 我們就堅持什麼 我們就堅持我們幾檔股票就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經濟日報 我本週的選股有什麼 我選最多的 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看到 立凱跟元泰 立凱跟元泰 就是我們最看好的兩檔啊 股票根本不用多啦 但是因為比賽要選五檔 我們一定要選五檔 有沒有看到 這經濟日報比賽的選股 經濟日報 12月26號選股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立凱的部分 我們就是一直一直不斷的看好 一直不斷看好 而且我不是這個禮拜才看好立凱的 我們已經看好立凱很久了 我們持續的追蹤 最早最早在 12月22號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12月22號 這一波消息出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了 我說啊 嗯 因為 特斯拉改產 改產一個磷酸鐵的一個離電池 台灣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 那家叫做什麼 立凱 那其實不只是12月22號 我11月15號開始就已經不斷的在 追蹤立凱 而且我會請會員買進了 11月15號 我們那時候一買進就怎麼樣 漲停板 11月15號 一買進就漲停板了 不好意思喔 漲停板之後呢 其實他後續就持續的修正 持續的修正 持續的修正 但是呢 修正 你很擔心 喔 投資朋友很多人都 打電話來問 老師你選那什麼股票 噓口水 對不對 噓口水之後呢 你看一下 我們那個時候疊下來 你們心情 很多人的心情是不開心的 是很擔心害怕的 但是我呢 我是很高興 我很高興我的會員 又有機會可以持續的加碼 一路的加碼 好的股票 會漲的股票 就是要持續持續不斷的加碼 所以在這段期間呢 我們在這邊 就持續的不斷的加碼 加碼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加碼完之後呢 你看一下 這一個跳空是什麼 它減資嘛 很多人又聽到減資 噓口水 這什麼爛個公司啊 減資的公司 老師你還敢叫啊 這是因為你看不懂他的未來 台灣只有一家什麼 磷酸鐵 正極材料廠商 就只有這一家 你說特斯拉做了 其他廠商會不會跟著做 會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減資完了以後 又漲一根漲停板 減資完又漲一根漲停板 很多人很擔心減資啊 我在減資之前 其實也跟我的會員朋友講 減資不用擔心啊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說 減資有沒有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 我那時候呢 在減資之前呢 我也跟我的會員朋友講 減資是不用擔心的 我們看一下哦 來這邊 在它減資之前是12月20 12月2號 減資的時候要下市一段時間 所以12月2號要下市 暫停交易到12月13號 我還跟我的會員朋友講說 不用擔心 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都寫的一清二楚 我們帶會員就是怎麼帶的 漲起來呢 恭喜你 疊下去 我也跟你講說 沒有問題 持續的看好 我們會一路的加碼 你看在減資下市的時候 我也沒有跟所有的會員講 有沒有 利開 減資 彌補 虧損 暫停交易到12月13號 會員朋友 不用擔心下面寫了一堆理由 對不對 你看我們帶會員就是這麼專心 這麼專注 對不對 所以你看減資完上市以後 就一根漲停板 漲停板之後呢 隔天繼續上漲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持續的上漲 上漲完以後震盪在這邊 12月23號 又一根漲停板 三根了 三根漲停板的利開 對不對 利開漲完之後呢 12月24號 持續的上漲 12月23號 我也跟會員朋友們講說 真的不要跑短線 跑短線賺不到錢啊 賺不到 所以你看12月24號 對不起哦 沒有漲停板 我們只有多少 漲7%啦 沒有漲停板漲7% 這邊是不是漲7% 有沒有 這邊是不是漲7% 漲7%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不斷的向上漲 一路一路向上狂奔啦 漲7% 漲完7%我也跟會員朋友們講 再創新高 我那天也有在我的節目講 再創新高 後續是持續的看好 對不對 你看隔天 是不是12月27號 再漲一根 12月27號 再漲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什麼 選股的實力嘛 怎麼選股 今天很多 很多老師叫的股票根本都沒漲啦 大家只有我叫的股票都有在漲啊 有沒有看到 立凱今天又栽根漲停板 我們有沒有叫 我們有叫勁嗎 其實我們一直有在佈局 只是這個禮拜 我認為他已經會上漲了 所以呢 才拿出來當成我的經濟日報的一個選股 12月28號今天 是不是又在漲停板 所以你看有沒有叫會員買進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叫會員叫進嘛 有沒有12月15號 林陽會員 你看一下林陽會員 我們那時候很可怕 我們一叫進啊 就馬上漲停耶 一叫進就漲停 有沒有看到 12月15號 12月15號買一筆就夠了嗎 我告訴你 我就是要我會員大賺 我買對了股票 我會一直一直不斷的加碼 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你的股票就變成 重壓 很多投資朋友都想說 啊 買股票 很多老師都會講說 買股票就是要重壓重壓重壓 但是 你一個陌生的老師 直接你有五百萬就你買五百萬 有一千萬就你買一千萬 你買得下手嗎 你買不下手 但我的方法是什麼 你有五百萬 沒關係我們就一筆買一百萬 兩筆就買兩百萬 三筆就買三百萬 對不對 你看一下我們持續持續的買 對不對 12月 11月了吧 11月15號買 11月的18號 繼續買 11月18號 來 再來呢 我們簡直呢 也跟大家講 不要擔心 12月呢 持續的在買 我們可以看到 12月的部分 12月這邊 有沒有 12月21號 12月23號 持續的較勁 持續的較勁 有沒有看到 而且我們12月23號 跟大家講說什麼 千萬不要跑短線 我們要賺的不是買菜錢 便當錢 我們要的是大賺 有沒有 好 再來12月24號 有沒有持續的較勁 12月24號 這邊12月24號 不斷的較勁 我們好的股票 特惠 專案會員 林陽 全部都較勁 12月24號 那個時候才多少錢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看到 12月28號 12月28號 是不是今天 今天早上在什麼 9點的時候 9點 9點46分 我就跟大家講什麼 立凱恩可能要 漲停了 請會員朋友 什麼要幹嘛 務必要 報勞 務必要報勞啊 有沒有 我們就是這樣 待會員的 接下來要跟你講 讓你不要擔心 漲上去要跟你講說 真的不要賣 難得碰到這種標股 一定要給他賺到最好 最多最保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一下 我們在9點45分 9點46分發這個訊息 9點46分在哪 在這邊 在這邊 我就已經跟你預告 會漲停了 今天有沒有漲停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一根了 收盤 收盤 剛剛好 剛剛好就在收盤的時候漲停 你說股票怎麼做 今天我還跟大家講 我跟我會員講說 真的真的 請務必報勞 我們要賺的不是便當錢 買菜錢 我們要的是什麼 大賺 爆賺 選對股票 千萬不要輕易放棄啊 不要輕易放棄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不斷的選股票 選出來股票就是這麼強 所以才會怎樣 才會得到什麼 我們的績效 我們比賽績效 不斷不斷的一路的往前 很多老師都會跟你講說 我績效多少多少多少 有證明嗎 我們就是證明擺在眼前 寫在報紙上 有沒有 看到沒有 我們這邊 從哪裡 累積績效23% 到哪裡 31.99 36.43 38.96 50.59 58.83 66.28 你看一下 而且呢 我們根本已經 差不多可以說是創造歷史 很多人啊 你看 考第一名的 也許有些時候不小心 Loss掉一下 變成第二名 但通常來講 只有聲都是維持在前三名 你看一下 我們是連續幾週的冠軍啊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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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的冠軍 而且之前這邊冠軍也都是我們 我們已經連續四連罷了 不只得一次單週冠軍 累積一直都是冠軍 你看 11月28號 我們是單週累積雙冠軍得主 12月5號 我們還是單週累積雙冠軍得主 12月12號 我們繼續是單週累積雙冠軍得主 都寫在報紙上 經濟日報全台灣最大的經濟報紙 12月19號 單週累積雙冠軍得主 你說一次冠軍 可能是偶然 是巧合 但是我們已經多少次 還連續可以說說破紀錄的冠軍了 對不對 我們連續四次的冠軍 累積績效一直保持在什麼 最高 我們可以看到 我上次一直跟大家講 你會發現其他的參賽者 一直一直都在20% 20%很難過 如果好像是一個天險啊 天險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看到有沒有 從之前一路一路的20%怎麼樣都不到 我們就是一路的往前 其他的老師就是20%都不到 我們就是一路往前 20%很難耶 20%很難耶 到現在呢最新最新這個禮拜 雖然說我們上禮拜啊 單週是有點loss掉 但是呢 差異不大 我們累積還是遠遠的超越其他人 其他人還在哪裡 20%左右附近混啊 20%附近左右混啊 你看一下 所有人加起來啊 績效不如我一個啊 有沒有看到 好啦 假設啦 這邊23啊 好不好 這邊 17.89不好算 算18了 好不好 這邊 18.13 算19好不好 23加18加19是多少 等於 多少 60 我是多少 64.84啊 一個人的績效打趴所有人 一個人的績效打趴所有人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新的績效呢 最近的績效我們已經到哪裡了 67.38 那其他人呢你會發現 還是在哪裡 20%附近 20%附近打混打很久了 有沒有 只有我們是不斷穩定向上成長 有沒有看到 目前來講累積績效已經到達哪裡了 67.38% 我們的選股就是這麼強勢 好 你再問我說 老師 立凱的股票很爛 為什麼你會選他 因為你看不到未來 投資股票是投資未來 我就說過 開頭我就說 我是最終是基本面的老師 難道我不會看基本面 他都是賠錢的 每股盈餘哪一次都不是賠錢 每一次都是賠錢的 問題是你要看的是未來 第一個我跟大家講 你看 特斯拉改一採 磷酸鐵電池 全台灣唯一一家 磷酸鐵電池的只有誰 立凱 所以就是立凱 好 他過去是賠錢不重要 我們要看未來 來 營收有沒有持續的成長 有沒有看到 營收是持續的成長 從今年以來 營收已經慢慢持續的成長 也就是說他最差最差的狀況 已經過去了 還有呢 很多老師他只會跟你分析什麼 跟你分析 有沒有賺錢啊 營收獲利好不好 毛利率 營業率 稅後經歷率好不好 我們還會看什麼 我們還看他營運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立凱的 營收賬款周轉率 什麼叫做營收賬款周轉率 營收賬款周轉率就是啊 你的 錢 有沒有進出進出 你的錢如果有一直進出 一直進出的話 他的周轉率就一路的向上增加 錢一直進出代表什麼意思 公司他有在出貨 公司他貨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才會營收賬款 一直一直進 一直出 一直進 一直出 一直進 一直出 代表他什麼意思 生意很好 再來呢 存貨周轉率 你會發現他存貨周轉率也是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對不對 他的存貨周轉率一直增加 代表什麼意思 他存貨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生意很好 生意很好 我們就說他未來是非常好的 所以才會帶動他的 營收持續的成長 你要看股票就要看的是 未來性的股票 就好像現在很多人都看 台積電 營收獲利都不錯 漲了嗎 沒漲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的股票 你要看未來 或者你也要看 大家抱著什麼 長榮陽明萬海 抱著一直抱著一直抱著 你就是看他什麼 營收獲利都很好 但是股票也沒有 飆 他已經不像4到7月份那個狀況 因為 市場對他未來已經 慢慢來講了 慢慢來講 未來呢 航運類股也就是貨櫃 缺貨 或者是塞港 塞櫃的問題 認為在疫情的狀況之下 會慢慢的 疫情已經慢慢止緩了 所以 未來會慢慢的解決 所以 市場對於航運類股 並沒有那麼的看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電動車 所以利凱的部分 你看他營收獲利 營收是不是持續上漲 營收賬款周轉率 存貨周轉率 持續的好轉 所以這種股票就是有一個 前景有未來性啊 有未來性的股票 那股票你看一下他才會飆啊 漲停板 對不對 漲完震盪完 繼續漲停 漲停完呢 繼續再創新高 不好意思 漲7%沒漲停 然後呢 再來呢 這邊呢 昨天是不是再創新高 12月27號是不是 創新高 漲停 那今天呢 繼續創新高 漲停 有沒有叫會員買進 全部都是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 有沒有看到 11月5號 11月18號 然後呢 還有什麼 我們在看到 減資也跟你講了 減資不用擔心也跟你講了 有沒有 然後呢 12月21號 12月23號 也持續的叫大家買進 12月14號 有沒有繼續叫大家買進 對不對 繼續叫大家直接試駕進展 我還擔心你買不到 對不對 然後呢12月28號 有沒有看到 較勁 漲停 對不對 今天我不是跟大家講說 你看請務必報勞 是不是報勞之後就漲停了 是不是就漲停一根了 而且我還建議大家會員什麼 不要貪 短線 我們要賺的是爆賺大賺 對不對 你看看我們選的股票就是這麼的機又這麼的強勢 那我們還要想講什麼股票 大家前陣子都知道我在追蹤什麼 電子標籤啊 電子標籤的類股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圓太 我已經講好幾次了 圓太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12月12號星期天 圓太 圓太的話也是我佔比最高的20% 然後再來呢 12月19號經濟日報圓太 20% 對不對 然後呢說真的我跟圓太之間的緣分難道只有12月12號跟12月19號嗎 沒有 早在12月7號12月8號的時候有沒有看到12月7號好像都一樣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照顧會員的權益啊 我們不能跟大家講說到底哪一檔 我一直拍一直拍的話 大家就猜到這是哪一檔股票 所以你看一下12月7號 12月8號我一直跟大家講我一直在買進一直在買進 所以呢後來我們打開了他就是什麼圓太嗎 圓太以後我們用125塊這條線畫出來 畫出來你看一下他有沒有一直在遠離125這條線一直在遠離一直遠離 這邊震盪下跌我也跟大家講說不用擔心對不對 然後呢持續的穩定的向上走高 再創新高收了一個長長的上影線 我也說不用擔心我還是持續的看好震盪我還是看好 今天的收盤價鬆紅我認為還是怎麼樣 還是要出還是要進 我歡迎大家來找我一起來操作 那這樣股票就不一樣了 營收也是持續的上升 有沒有看到我找的股票都是看營收持續向上漲 因為你要看股票是要看他的未來 不是看現在也不是看過去 我們要看的是未來 所以你看一下他的營業率的部分 那麼毛利率 稅後淨利率 營業利率都是持平穩定 好穩定之後呢你會發現那因為他 毛利率 營業率 稅後淨利率是穩定 然後呢他的營收持續向上 所以他帶動他的每股盈餘就是會持續的向上 好所以有沒有較勁 有沒有12月7號 有沒有蓋牌的時候有沒有跟大家講那時候 126 127 有沒有我是不是說遠離125 一直在遠離中嗎 有沒有看到12月8號 持續的較勁12月8號 有沒有林陽限假 尊榮限假 12月幾號 12月10號 尊榮 林陽持續一路的在較勁 12月6號 有沒有看到一路的一路的在較勁 12月幾號 12月17號 我們繼續在較勁 有沒有看到我們怎麼叫會員 我們怎麼帶會員的 你來找我你很輕鬆嘛 你就是只要把你的資金拆成 比如說八等分到十等分 我叫一等分你就買 你就跟著進場買 我叫你換你就換 你跟著一直進場買 一直進場買你在無形之間 有沒有看到我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收網之後 你就中壓了 你中壓之後一波向上 你有一百萬 漲十趴你就賺十萬 你漲二十趴你就賺二十萬 而不是什麼 重壓一張 重壓一張你能賺多少 漲三根漲四根漲停板 也不過就是四萬 四萬至於一百萬也不過三四趴而已 對不對 做股票就是要不斷不斷的穩定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你有五百萬有一千萬的人 我每次進場呢 你就把你的資金 比如說有一千萬的人 你資金分成一次買五十萬 我這樣叫 你看一下元泰我都叫幾筆 叫八筆 叫八筆八 八筆八四 八五四十 八五四十也買四五百萬了 對不對 那四五百萬再加上了立凱 兩個加起來 夠你賺了吧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都是有圖有真相 都是跟你玩真的 不是跟你打空氣單 而且呢 我們有沒有 報紙也跟你們寫得很清楚了 跟大家寫得非常清楚 我就是什麼 看好元泰 兩次報紙節目持續講 持續講 我們一路就是追蹤 不要很多老師 每天漲停板的股票都是他的 你覺得有可能嗎 漲停板的股票你買得到嗎 不要再騙了啦 漲停板的股票買不到 就算你買到也是運氣好 買個一兩張 這有點像 抽籤啊 抽籤啊 你抽到錢 喔 漲十根漲停板好開心喔 只買十萬 你有什麼 你有一千萬 漲十萬 沒用 要買股票就是要買多 買得多才會賺得多 再來還有哪一檔股票 是我們監選的選股 如果你有持續看我們報紙 你會發現有些股票我們是一直一直一直持有的 比如說像 星雲 星雲的部分呢 有沒有看到這邊 星雲嗎 我們看好星雲 對不對 20% 再來呢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這邊也有星雲 我們一直流 即使狀況沒有太好 震盪震盪 我知道那一周他不會漲 但是我是持續看好他 所以我寫出來跟大家講說我在佈局 有沒有看到 所以星雲呢我們在當初在叫的時候 其實他就在八十塊之間就趨增震盪 震盪不是很好嗎 震盪你就是要趁震盪的時候 持續持續的重壓買進 持續的買進 我剛剛講的 你有一千萬你分成十筆 你每一次都買 五十萬好不好 你有一千萬每次應該是要買一百萬 好不好 買八次就應該八百萬 你看一下 星雲的部分 是不是在這邊震盪 震盪不跌這邊持續的加碼 持續的加碼 一路的向上墊高之後 12月27號 漲半根了 漲半根我昨天應該有跟大家講 我認為這要向上創新高了 對不對 漲半根昨天要向上創新高 今天是不是向上創新高了 雖然說收了一個很長的上影線 而且這邊有帶 量 我告訴你今天收盤價 雖然說帶了一個長長的上影線 但是我認為這個量的是正確的 因為什麼 收盤價他還是收新高 這代表什麼 換手 他一天換手就成功 他不用等你等到第二天 這高檔有很多人在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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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把他賣下來了 但是即使是賣下來 他有收黑嗎 沒有 他沒有收黑就代表說他還是強勢的 這幾天還有機會會持續的向上漲 而且呢 來看一下 我們有叫會員埋進 12月10號 對不對 清代 新雲 特別 新雲 專案 新雲都是什麼 市價買進嘛 對不對 好再來呢 12月17號 12月17號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特別 特別會員買進 12月23號 特別專案會員 我們持續持續的一路的買進 到12月23號 有沒有看到 特別 買進 專案買進 你看我們做對股票 我們就是 一直一直一直不斷的買進 你有一百一千萬 你就一次就跟著我單 一百萬 一百萬你看一下我們叫幾次 我們叫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到昨天還在叫進 昨天 叫進84.5 今天都賺錢 今天還是賺錢 幾次你看一下 一次 有沒有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五次你一次買一百萬 你有一千萬的人也買 買多少了 買五百萬啊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說 很多老師說 要重壓重壓重壓 但是你敢重壓嗎 你不敢啊 為什麼你不敢重壓 因為你壓不下手啊 對不對 我們就是這樣子買股票 我們就是選對股票 是一直壓 所以我們的績效才會這麼好 很多老師都說他績效好 績效好 有證明嗎 我們證明你看一下 我們一直一直累積不斷的向上 而且是 單週冠軍四連霸 本週是怎麼 本季應該不是本週 是本季啊 本季冠軍就是我 毫無疑問 冠軍就是我啦 啊 過去來講呢 我說我會冠軍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啊 你不相信的話 情有可原啊 因為沒比賽過你怎麼知道我好不好 但是呢現在已經過了一季了 你看一下 過了一季真的能把績效直接做出來有誰啊 只有我我們累積績效已經多少了 逼近七成了 我一直不斷證明我過去的績效就是不斷向上 就好像一個班上有沒有 考前三名的是不是 永遠都是那些學生 永遠都是那幾個 我就是那個投資裡頭的考前三名的那個自由生啊 而且我績效是 遠遠的超越其他人啊 所有的參賽者加起來 什麼 績效都不如我 我一打全部啊 一個人打全部啊 所以呢 我們要慶祝什麼 本季經濟日報選鼓比賽 我就是冠軍 我們的立凱持續噴出 一路的漲停 本季績效已經接近70%了 想要跟我一起卡位明年的冠軍選鼓呢 我們現在有什麼 78 70個名的 就只有70個名的 年前最優惠的方案 只有這一檔沒有其他檔了 想要加入我們一起明年的選鼓的朋友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絡 今天節目到此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